Namaste 大家好 我是Winnie 歡迎收看今天的浩洞瑜伽 有沒有跟我一起期待 今天一起在墊子上做嬰兒式呢 好那 準備好了 就一起到墊子上來吧 那最一開始 腳大拇指冰起來 膝蓋向外打開 讓你的雙手往前走 這時候不用急著趴下來 先把你的手打開到肩寬 讓你的屁股向後座 胸口向前延伸 手再往前爬 然後輕輕的下巴微收 讓你的手再往前走多一點 然後現在把你的手踮起來 吸氣的時候向外轉開你的肩膀 吐氣下沉 吸氣向外轉開 吐氣下沉 最後一次吸氣向外轉開 吐氣爬下 好 進入到大家第二名喜歡的姿勢 嬰兒式 通常第一名是大休息 但是這個姿勢大家也普遍算是 蠻喜歡的 那主要在這裡我們會讓寬 往後去做 讓腰背延伸拉長 手臂完全放鬆 在這裡你不用發太過多的力量 只是需要讓身體先趨往後 屁股做 然後再拉伸 這樣半身 我們加一點點變化式進來 你會把你的右手傳到左手臂的下方 看向你的左邊 再輕輕地將你的雙眼合上 抓到呼吸 接下來你可以選擇停留在這邊 或是讓你的左手繞到你的背後 肩膀不用刻意的打開來 就讓你的手放在你的下背就好 在這裡拉長你的呼吸的同時 讓你穿過來的手臂 是沒有被擠壓 或是手指頭有過多的緊繃或僵硬 就很舒適的側趴在這裡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換邊練習 右手往前 左手穿 看一下你的右邊 你用身體不用刻意的去擠壓你的手臂 垂放在這裡就好 接下來想要再加深的話 把你的手帶到你的背後 不需要打開你的肩膀 放輕鬆 讓你的髖 你的手 你的脊椎 沒有過度的壓力 最後一個吸 輕輕的從 回到中間 讓你的手指頭點地 膝蓋再向外打開多一點 這時候會帶到更多內側的伸展 一樣肩膀夾向耳朵 再放鬆 吸氣夾到耳朵 吐氣放鬆 最後一個吸氣夾 吐氣鬆 然後讓你的力量是非常平均的去態度 讓你臀部向後座 腰往前拉長 胸往前打開 最後手掌心下 頭垂下 今天讓你的手不會太窄 手勢打開與肩同寬 這時候你的嬰兒室 又會多一點點的加深 維持慢有控制的呼吸 給自己一點時間 讓你的身體和你的心安靜下來 接下來慢慢地臀部向後座 身體一接一接起來 如果你覺得小腿有點緊繃 臀部比較難向後座的話 也有一個方式 讓你的腳跟放到你的小腿中段的地方 臀部向後傾坐 然後稍微左右左右的去撥開 你的小腿肚中間的地方 所以啟動深層的時候 會感覺到酸酸的 蠻有感覺的 然後盡量就是左右左右的去帶動它 3 2 1 OK 接下來換邊試試看 把你的腳跟帶到中段的位置 所以比較適合小腿特別緊的人 如果有跑步 或是做一些比較高強度的運動的話 發現你的臀部做不下去 也可以試著先撥鬆一下你的小腿 然後就是用你的臀部向後座 給自己適當的壓力就好 不需要往後坐到太痛 往前的話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通常按摩你都會有一個自己喜歡的力道 就找到一個讓自己覺得有感 但是又算舒適的一個點就可以囉 好 最後左右稍微撥開來以後 再一些開來 然後現在再向後做回到嬰兒室 每天練習 但是我還是覺得現在做回去的時候 身體是比較服貼的 感覺到大腿後側跟腳跟的接觸 又會再多一些 然後記得在這裡下巴沒有過度的收縮 或是讓下巴點在地板上 讓你的頸椎是自然的垂放在地板上就好囉 最後深吸 深吐 輕輕輕的吸氣 放鬆的吐氣 慢慢的你可以讓身體往前滑 趴下來 讓你的膝蓋彎小腿左右左右動一下 然後向外轉動你的腳踝 向內轉動一下你的腳踝 慢慢的收縮低 膝蓋點低 有意識的將你的身體帶回來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練習 至少我是非常喜歡的 那我們就下週見囉 Namast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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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